封城 你说这回倒不倒霉 这鬼地方 连个墓的影子都没 出去的路也找不着呢 邪门 嘘 想死你就再大声调 二哥正烦着呢 一个不痛快直接载人 那俩农夫 趁着咱让他们去买孔麻子的尸体 竟然敢逃 这还得了 二哥一人一刀捅过去 全死得透透的 我小声点 小声点 要我说你也别急 这几年 咱们什么阵战没摊上过 本就是刀口天喜的日子 所谓富贵险中求 没点危险 轮得上你我发财 总觉得这回不一般 神神鬼鬼的事情 咱也听过不少 你看孔麻子得了那玉书 结果就他一人 弄成内服残阳 东西还不见了 你说会不会 是那玩意儿的主人 赵德算账来着 师兄在那边 那就是他们的老大怀亲 贺冲好像不在 他们想抓我 我去引开 不用 无非是投鼠机器 什么人 这女的从哪儿冒出来的 贺冲 你爷爷我正是 刀用得不错 既然知道 还不赶紧跪地求饶 我不过是想说 清稳佳人 奈何做贼 找死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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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 2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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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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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 10 10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准备 二弟 半腰 大阵要变了 刚才的打动把周围破坏得太厉害 二弟 二弟 师兄抓了我的手 主人 我把还能点起来 怎么你们都没事 就我醒来时泡在水里 差点没被呛死啊 大哥 二哥 咱们这是 慌个屁 岑英那死丫头不神神叨叨地说有什么阵吗 八成是中招 这 傻阵 那现在咋办 你脑子被狗啃哪 当然先搞清楚这是哪 是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谁敢这个时候拖后腿 休怪老子砍了他 走 走 二弟 你先前 是不是受了伤 少了他们啰嗦 快点跟下 好 我不说 不说了 师兄 师兄 你怎么样 没事 我没事 仙情明明陷进了泥沼 可现在身上什么都没有 大概是某种照眼法 那些并不是真的泥土 这般昏暗 当真令人有危机四伏之感 是 圣珠 还在吗 你说这个 他会自己跟着 行动时便利些 好厉害 我以为师姐送我的夕阳灯已经很方便了呢 没想到还能这样 师妹 你的 朋友 我们也才刚认识没多久 他们都很有本事 要是只凭我一个人 根本没法子救你 谢过几位的恩德 日后必要报答 本是博物学会同谷考会之间的事 却将你们牵扯进来 实在惭愧 没什么牵扯不牵扯的 现在 都是一条船上的了 先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出路 师妹 虎考会的人 会不会也到在这里 大阵变化之后 谁也说不准 不过 我觉得挺有可能 是一座石像 难道这里真的有古代遗迹 若是老师和葛先生 他们也在救好了 师兄你看 这石像好奇怪 我所有人都在救过 你这一座石像 草石像是一座石像 这一座石像的 你怎么还有 那是一座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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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是某种植物的根筋 也不知在此生长了多少年 有什么要从这些根筋中流过 流进下方的浅池 石头里能流出什么 师妹 有骨头 还有腐烂的不薄 你是说这个石像里 关着活的什么 假定植物的根筋 就插在那个东西的体内 血液不断流出 进入下方的浅池 再通过池子边缘的石道 被送往塌处 也不对 被封进石像里 想必活不了多久 若是死了 血液很快就会凝住 难道 它有办法 在被封住后继续存活 或者从一开始 它便是尸体 流出来的也不是血 石兄你每次遇到这种情况 就变得好吓人 和平时完全不一样 你方才说什么 没什么 那照你的推测 这倒像是某种献祭的场合 但学会中的典籍 并无相似记载 我把它画下来 以后有机会可以去问老师 问学会里其他人 对不起对不起 我和师兄一时激动 都忘了还有其他事 能不能再耽搁一会儿 不用多久 无妨 我倒觉得 你们说得挺像那么回事 这植物根莖里还有些污迹 或许真的是血 我们暂时不清楚 这是什么地方 仔细观察 多一些线索总没有坏处 既然心存疑惑 为何不把石像破开 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 不行了 这样不行 从尽博会学会第一天起 老师就告诫我们 研究古物 是为了更多的知道 历史和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们从哪里来 这之间又发生过哪些事 但如果为了弄清楚这些 遇到过东西就直接破坏掉 那留存的 不就只有纸面记载了吗 谁又能保证 自己写下的就一定是对的呢 何况一些做法也有伤天合 除非别无选择 而且有绝对的把握可以复原 不然通常是不会这么做的 难不成我们都得下水 那边那边有船过来了 还不止一艘 你 还有你 去瞧瞧这几艘船是怎么回事 水里的花儿别乱碰 二哥 我 这 还不快去 要么你们现在就死 好了 这些火苗也不知燃了多久 似乎不会熄灭 师兄 这是不是就像传说中的长明灯 我越发觉得 好多传说里的事 说不定都是真的呢 好多优优独播剧场 看 这里好像有个机关 别乱按哪 万一弄出什么可怕的东西来 我来吧 你们稍微站远一点 可是 去吧 和云雾月待在一块儿 原来这后面另有钱宽 原来这后面另有钱宽 就像估计 好多优优独播剧场 上万一 金ρι 打 别 好高 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這些火苗也不知燃了多久 似乎不會熄滅 師兄 這是不是就像傳說中的長明燈 我越發覺得好多傳說裡的事 說不定都是真的呢 看這裡好像有個機關 別亂按哪 萬一能出什麼可怕的東西來 我來吧 你們稍微站遠一點 可是 去吧 和雲無月待在一塊兒 原來這後面另有乾坤 我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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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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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是鬼 并不算 只是鬼魂残留下来的一点意味 这么说 这里原本确实有鬼 主人 我们赶快离开吧 我们赶快离开吧 不准备 好 走 冰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是好东西 他们带了玉 古玉 这下发财了 这块布上的图案 怎么跟咱们腰牌上的有点像 让开 之前的玩意儿发现了 尸体丢到水里 我们坐船走水路 二弟 要是找着出路 不如就直接回去吧 我总觉得 置地总不大好 哪回你觉得好过 没看见那块布上的图案 看见了 但是和我们也没啥关系吧 真不知道 淮家给你生了个什么脑子 古考会腰牌上这个 不是从淮氏祖先的手稿上弄来的吗 两个东西这么像 你不奇怪 这 我本来也不同意把它刻到腰牌上 谁说这个 你们淮家不是号称 从薛元皇帝那会儿就在了吗 这地方要真和皇帝有关 干完这一票 你就等着后半辈子 躺在床上数钱吧 我 那你呢 以为谁都像你那点出息 明明长得五大三粗 还练过几手功夫 结果就是个废物 大哥二哥 收拾好了 这么急 船不会翻了吧 就你话多 有的成不错啊 师兄 你说他们是从前住在这儿的人 还是用来献祭的 走下去吧 若是有缘 总能知道答案的 若是有缘 不过 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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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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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場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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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場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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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办法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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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場 剧場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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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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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我觉得 牧主人生活的年代至少在周以前 为何 这里这么潮湿 那些器皿却保存得十分完好 淘气上的彩绘仍然很鲜艳 应当是借助了阵法的力量 湖水岸边的布阵手法和这儿的非常相似 两地都没有文王八卦的痕迹 倒不是说周文王以后 大家就不用先填八卦了 只是对比之下 会发现古法和后世的方法差异的确不小 如今的衬书也多以周易为尊 但在古时候与它齐名的还有连山和龟藏 这次是连山和龟藏的首位 屁股不小ので 屁股不小的 屁股不小的 他们认为跃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记得归藏一直被认为是轩辕皇帝所创的衬法吧 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 而连山则是山之出云 连绵不绝 师兄说得没错 可惜到如今已经很难找到关于他们的更多记载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殉葬之间 锦妖 此地当是轩辕皇帝时的墓葬 这种妖兽叫做镜 轩辕皇帝时为了灭杀他们 人族伤亡惨重 但终究令他们数量大减 在皇帝之后绝技于人间 此地的尸骨超过三聚 想来并非墓主人偶然所得 那么极有可能墓主人就生在当时 并且也参与了破镜之战 皇帝时的墓 皇帝时 我怎么这么傻呀 师兄 杨平不就是从前的顶湖吗 相传皇帝在顶湖御龙升天 后人还在那修建了皇帝灵 虽然传说不知真假 皇帝灵也只用来祭拜并不是真正的灵墓 但如果我们眼下仍在湖水附近 丽阳平也就不算很远 这一带要是有什么皇帝时候的遗迹 应该不能是巧合吧 的确不无道理 可是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很多东西 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你的问题晚点再解决 说起来太过复杂 破镜之战时 静云也在 按岑英所说 墓主人在当时不可能是个无名之辈 会不会是像静云一样的将领 单看此地的器物和摆设 与当年的轩云丘颇有差异 轩云丘 就是皇帝所建的都义 那个传说中的国上之国 那 你们能不能别只顾着说话 那边的骨头 骨头冻了 咱们 静云 那边的 难道就是这样的吗 并非 只是 董骸被施了法术 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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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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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好像还是湖水岸边呢 先去附近找个城镇落脚 你们说古考会的人去了哪里啊 后来就再没见到了 还有最后那个房间 何况我已担心葛与点栏目 我不会莽装行事的 大伙也需要休息 有什么不对 有什么不对吗 那个房间并不是殇葬之间 我们经过我们经过的地方 我们经过那一处摆了那么多的长明灯 而且连着一条很长的过道通往地面 与其说是对方殇葬品的地方 不如说是仪式的一部分 简直像是为了迎接牧主人 重返人间 随便说说罢了 这些玩意儿我可不懂 不会不会 我觉得很有道理呢 跟其他玩意儿